實際上是因為對台的政策是徹底的失敗 所以只好加大加大這樣的一個力道 那依照石板老師所講的 這看起來是中共所設立的一套騙局 可是有人就是往裡頭跳了 可是今天的最新發展 這是來自於中國外交部對外所公布的 海峽中線是不存在的 來這傳達出什麼意義呢 張醫生老師 接著剛才石板先生所說的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汪文斌 今天是這麼說的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句話我們都很熟悉 但是下一句話 基本上引起輿論的熱烈的討論 不存在所謂的海峽中線 海峽中線的典故待會為大家說明 至少已經存在兩岸之間有66年的歷史 這條線不只是政治上的意涵 軍事上的意涵 還有心理上的作用 在這個時候他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我認為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個為自己的要舞揚威的軍事行動 合理化 第二個為自己的行為找台階下 索性的告訴大家 這條線在我心目中 我片面說它已經不存在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 什麼時候出現海峽中線 1954年因為那時候簽訂了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這個美軍司令部有一個參謀 也就是一個幕僚叫戴維斯 所以說海峽中線又叫做戴維斯線 那時候他建議說應該要畫出這條線 使得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 所謂的防衛的地理位置 跟責任職責所在 只基於所謂海峽中線的東面 我可以善盡對台灣的防衛的責任 所以這個典故是從1954年 延續到今天為止共66年 但是中共這樣做的目的在哪裡呢 它是在測試底線看看 台灣還有友台的盟邦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待會我們來告訴大家 台灣的反應是迅速 而且堅定的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測試呢 這就是希特勒當年 測試另類海峽中線的做法 1936年希特勒進軍 所謂的拉因河非軍事區 為什麼會有拉因河非軍事區呢 一次事業旦結束之後 凡爾賽合約說 德國領土在拉因河以西的地方 不得駐軍 所以說這使得德國人覺得很屈辱 但是希特勒在1936年的時候 派了20英個軍隊 直接穿過拉因河 看看西方國家會有什麼反應 結果西方國家的反應就是沒有反應 法國為首的羅加諾公約的 這些國家對希特勒這樣的挑釁做法 有事無口 有正式不做反應 結果希特勒做這樣的事情之後 就開啟了他一系列的豪華的政治冒險 跟豪賭 1936年進入到拉因河非軍事區之後 接下來就佔領了奧地利 併吞了奧地利 強佔了捷克 直到1939年第一次世界大爆發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典故 我來測試你看你會不會有反應 另外一場測試 先前有跟大家說過 柏林危機發生在冷戰的1948年 蘇聯想不想要測試看看 如果把這個孤懸在東德境內的柏林的交通通封鎖的話 我看西方國家會有什麼反應 如果就像1936年一樣 西方國家沒有反應的話 他就算是給柏林佔領了 但是我們發現1948年的時候 美國基本上在馬西爾計劃之下 進行人類最大的一場 軍事的援助跟運輔 這就是兩個很重要的個案 那我們來看看 當中國外交部片面這樣宣布的時候 我們的外交部長吳釗燮今天怎麼說 你有這樣的宣布 那麼我們就要有堅定的立場 不能讓你基本上來測試我們的底線 或者是當我們沒有反應的時候 他就要得春進尺 吳釗燮是這麼說的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政府在領土範圍內 行使排他性的管轄權 這是一個事實 第一個強調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我們對我們自己的領土 有所謂的實質管轄權 第二個是什麼呢 海海兩岸的現狀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所謂的維持現狀 我剛才說過 在政治上 在軍事上 在心理上 存在了這一條看不見的海峽中線 中共今天片面的 把這條中線給扯掉了 那麼意圖破壞台海和平現狀的責任 究竟是誰 答案不言而喻 這就是吳釗燮 部長要告訴大家的 所以他告訴大家結論是什麼 這就是一個 避免兩岸軍事衝突 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 一個很重要的象徵 這個象徵呢 今天被中國撕破 有缺的地方是 中國為什麼那麼焦慮 我們還是為大家分析 最新的國際情勢 歐盟這幾天在開歐洲會議 歐洲會議呢把這個中國駐歐盟大使 張明呢 找來對話 請得歐盟對外事務部的這個 亞太總司的這個維鋼 那請你對話 對話說你中國跟歐盟未來發展 跟過去啊 到底呢 現在出現什麼問題 結果兩個人呢 就這樣一直言 歐洲議會對中關係代表團的團長 包瑞翰告訴大家 你如果是要崛起 請你用和平崛起 而不是對台動武 因為你最近在南海跟台海做的這些 緊張的這些動作呢 引發歐盟的關係 歐洲議會友台小組主席啊 蓋勒也告訴大家說呢 中國軍機近日進入台灣領空 是不恰當的行動 不恰當行動 並且事情不利啊 歐洲支持一中政策 請注意看啊 一中政策不是一中原則 最有趣的地方這當結論 也就是呢 歐盟現在有反應之外呢 未來呢 歐盟跟美國即將針對中國議題進行對話 而這樣的對話 有什麼象徵印呢 告訴大家 大西洋彼岸的兩個重要的強權 美國跟歐盟 對於所謂的呢 中國最近意圖改變區域 包含南海 台海的做法呢 要站在統一戰線 這也就是呢 中國外交部最近為什麼氣急敗壞 解放軍動作這麼多原因 因為內外交迫 影響到他的統治基礎